今天白同學DIY系列 就是來為大家介紹 BMW的車系 其他車系可能也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 我大概接觸 136、146、139 大概比較多年了 尤其是139 它久了之後 年份 一到 尤其你電動窗有拆過 大部分 裡面的防水部都會脫焦 就這個 它在裡面這樣子嘛 久了之後這個 焦它會變成不會黏 你放上去之後 尤其是這下面 下面的地方 它 雨水的話 它會從這裡進去嘛 因為 它升降機 它只是一個稍微密合而已 它會有一個焦條 然後水就會這樣 深深深深進去 從裡面兩個排水口跑出去 但是呢 它就是會 沿著防水部這樣順 但是你如果這裡啊 防水條 這個防水 我們所謂的不乾焦 有的都是說舌焦啦 如果 已經久了之後 年性不足的話 它水會慢慢滲 滲到整個下去 而且你門板這邊 就會濕濕的 尤其是這邊 它就會從這邊滲進去 然後 你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 我們車子也沒有地方漏水 裡面 有時候 地毯會有水 裡面會有煤味 就是大概這個問題 而且進去這個要乾要很久 然後我試買這個 網拍買的 一捲 兩百 兩百五啦 然後 美國進口的 專用的 蛇膠 這個可以拉長 然後拉長的時候 我一般是 還要用吹風機把它加溫之後 讓它固定黏上去 會比較好 來之後 上膠完之後 就變這樣 就一大圈嘛 然後等一下吹風機 把它烤過 就會變很黏了 說明書是說不用烤 但是我是會自己烤 然後就一大圈 我這裡是在加強 裡面 這邊 這邊我再加強一圈 因為大部分 水是在生下來的話 會從這裡跑出來 大概這樣 就好 它裡面門板的話 就會這樣 因為你如果說 沒有去把它清好 裡面 你看 這下面都是水 你看 都有水垢 然後 這個也會變得容易脫膠 而是都 另外都上膠之後 清完 然後再直接上去 反正就拆的話一次工 就把它弄好 然後裡面那個防油 就順便 升降機防油上一下 然後 然後扣子門扣 順便換新的 這樣裝上去 一陰也沒有了 自己DIY就無價 好啦 就這樣